话说汉平第一死,王莽便做了涉皇帝历史上称假皇帝,且两年之后,又把西汉提开,建立新朝,做了真皇帝。 那么王莽是何许人也,为什么能篡夺了汉朝的皇权? 据史料记载,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,公元前四十五年,父亲叫王曼,兄长叫王勇,他的姑母便是校园皇后王正军,所以有人也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外妻,而外妻在西汉末年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,当然有点贬义的意思。 因为王正军的缘故,其实的王家家凡九侯,五大司马,就是说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,五人担任过地位重要的大司马,可谓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外妻家族,全兴朝野。 尽管有如此强大的家庭背景,却不预示往往有个幸福而张扬的少时生活,由于父亲死得早,甚至赶不上封侯,所以他只能跟叔伯们一起生活, 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,从小就学会很低调,不敢与其他王氏子弟攀比。 对此,汉书宰曰,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,诚实迟迷,以羽马声色意犹相高,莽独孤贫,因则结为公俭。 也就是说,王氏家族族中之人,当时多为将军列侯,故生活奢侈,每天声色全满的互相攀比炫富。 唯独没有复阴的王莽独守清贫,生活十分简朴,为人很是谦工。 估计此时王莽的谦工,是百分之百发自内心的,不会是装出来的,毕竟也装不起。 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卑微,所以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王莽,不仅懂事,有孝心,还十分勤劳好学。 他增败配俊仁陈申为老师,学习论语,周理,勤奋不屑,兴趣广泛,衣着普通,完全没有士族子弟的派头,甚至是世家大族中的另类。 与此同时,他还侍奉母亲和首果的嫂子,抚养兄长的姨子,行为十分端正简点。 此时的他,可谓是古代无好男人,此外,他外界前世异有,那是各位叔伯,李茂周全,彬彬有礼,博得了大家的娇口称谕,挤成了其实的做人标杆和道德楷模,并由此而声明远步。 很快,王莽的一切努力全都有了回报,并由此官运亨通,因服侍重命的伯父王凤大将军,孝顺的亲自尝药,且不梳头不洗脸,接连几个月不脱意睡觉。 随时听后调遣。 心存感激的王凤弥留之际,便把品行端正的王莽,推荐给王太后和汉成帝,先被任命为皇门郎,后又升为社生校尉,二十出头便时来运转,进入权力中书做官。 而长辈们也经常为他讲好话,叔父王上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封地分给他,朝中很多知名人士也为他背书,皇帝也认为他十分贤能。 可见,当时王莽是如何受待见,可谓是人见人爱,车见车在的那种。 估计没有父音的王莽,也是刻意在此种修身其家方面,与囚马心狂的。 父兄弟们较劲了,是不是有表演的成分,只有他自己知道,至少是叔曾说王莽曾敢于做出假柔造作的行为,却不觉得惭愧。 有人怀疑他忠于未窜时,也情有可远。 当然也不能说他一见体面是没做,全都在骗人,即使是专注作假几十年,也是不容易呀,你试试看。 正因为会做人,皇帝欣赏,姑母太后信任,在母后的授意下,汉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金和南新也,后又兼领其都位,光禄大夫是中皇帝是位,封侯那时王莽才过儿立之年,已然是帝国风云人物,可谓是前途无量。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王莽官之越高,做人却越千功,使约,散于马一求,镇时宾可,家无所欲。 也就是乐时好善,出手大方的他,不摆架子,不仅清廉简朴,还能理贤下事,同情底层人士。 他除了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,甚至卖掉车马接济穷人,分出清乱义务,施舍纠济宾客,以至家里没有多余的义务,致使自己的妻子一不业地,不避兮,来访的公亲夫人,还以为他老婆是女仆人呢? 此外,他还接纳公养名士,很多将军、丞相、清大夫都是他的之交,人脉很广,所以,不仅身居要职的人推崇他,受他恩惠的社会文达和名士,如常乐少府戴崇、市中金社、中郎陈汤等人,都替他宣传造势,热衷于做吹骨手,为他制造鱼。 论,博取更大名声,可谓是一笔豪买卖,甚至于有一个叫朱子元的将军没有儿子,他还暗中为习买了一个碧鲤送给此人,说这个女子能多生儿子,因此替他买了他。 心思细密如此,不是历史第一人,也是没几个了。 所以,史家也惊叹道,往往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,且追求名誉到了这种地步。 也没谁了,这简直尽于诡异境地也。 因为这些大臣名士的联合鼓吹,使王莽声名耕隆,可谓是颂声四起,传遍朝隐,他的名声,甚至超越了他的那些位高权重的亲叔伯,在民间也深受爱戴。 不仅如此,王莽对权贵至亲犯法,也不姑息。 曾被称为西汉第一滩,贵北九卿之一的表兄弟淳于常,就是王莽检举揭发而辅诸,也清除了自己代替叔父王跟当大司马的主要障碍,因其实淳于常名誉地位都在亡。 莽之上,三十八岁就成了全清朝野的大司马,即使是儿子犯罪,也就是其二儿子亡或杀死家奴,他也儿子逼令自尽,一命长一命,很多人赞扬他的大一面心壮举,可谓是好平主朝。 王莽一生起起落落,尤其是汉成帝死后,汉埃帝继位,父,丁外戚开始得势,王氏外戚受到冷落,王莽也只能辞职隐居于封国,成了在野派,不过,无论在朝在野,人们对他的称赞却没有停止过。 所以,不管是不是庄,至少王莽还是曾做过一些好事,不全是兴,兴作泰。 汉埃帝一死,姑母王正军垂帘听证,王莽英雍立有功,又尽为大司马,官复原职,从此开始发面威风的贾王生活。 关于他的飞黄腾达,史料显示,原始一年公元一年,王莽被封为太父,安汉宫。 公元四年,王莽加号在恒,位于诸侯王宫之上,加九溪。 公元六年,汉平帝死,王莽立只有两岁的如紫英,积留英为皇太子,太皇太后让王莽的天子摄政,称甲代理皇帝。 公元八年十二月,王莽逼姑母王正军,交出传国玉玺,接受如紫英缠让后做了真天子,改国号为亲,且开了中国历史上,通过拂命当上皇帝之先河。 而通过这些简单的数字和史实,却让我们窥见了王莽那处心积虑的篡汉拙劣政治表演,尽管有历史研究者,还把治愈为史上一次最成功的民选运作范例,就因为王莽太善于利用民意和社会舆论来进行政治炒作,可谓是好吸引连长。 比如前文提到过的,为了扳老他试图上的主要竞争对手,竞争大司马一职,也就是比他还有才干的宝贝表兄弟淳于长,王莽不仅积极搜集其犯罪证据,还在准备退职大司马王跟王莽叔叔,那里打淳于长的小报告,说淳于长已经做好了接任准备,并迫不及待的给很多人封关许愿。 到了后来,连淳于长的生活作风问题,也被王莽逗了出。 来,说其语废皇后许是私通,这一通眼调,淳于长不死都难,勃然大怒的王根,立马向王太后禀报,淳于长当然逃不过一死。 清除了最危险的政敌之后,如愿以长当了大司马的王莽,更是勤于塑造自己的官场形象和正圣。 比如半穷,狠心杀死俩儿子博取大义灭亲的政治愤,热心八点并利用三朝元老,大如孔光为其造势,迷惑太后,打击一击。 获得首辅大权独揽之后,又表演圈田圈钱镇绩民众的政治秀,然后,一般马屁精力对王莽歌功颂德,说其余古代圣人可以依拼。 用非常手段运作女儿做皇后之后,又退霹雳分给他人,以博好评。 家号载衡之后,为学者造一二套住宅,网罗几千学者致长安,宣扬教化,儒生们自然拥戴王莽。 难怪后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,为其篡汉上表道士,据说歌颂王莽的民歌,就多达三万字。 当然,虽然是作戏,多为政治分文努力表演,不过,他能封赏百官,实用百姓,生活简朴,献出巨额钱财赈灾,甚至于建安居房让灾民安居。 即使是动机不纯,也是难能可贵,比那些只知一位鱼肉百姓的残暴之君好得多。 正因为如此,后来王莽团夺汉饶黄泉昭然若揭,朝野却显有反对者。 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言,让老百姓满意的执政成绩,为王莽造成了篡汉的民意基础。 若是当时身变死,一生真为父谁知。 只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,王莽偏偏就是个失败者。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?